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辯論會包括了黃珊珊 包括陳時中還有蔣萬安 三個人都在現場 好當然辯論就是 你要有自己的聲論 然後互相結問 最後來做總結 結果這一次 大家都在講 問陳時中 疫苗應該防疫疫情 是必考題 好當然啦 這真的就有人就提到了 蔣萬安就講到了防疫 講到了疫苗 結果陳時中 竟然好像有一點 微微動怒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一個問題問一次你還不明白 問兩次應該明白 問三次 其實就有點多餘了 來聽聽當時的狀況 他真的很感 剛剛聽了蔣萬委員的聲論 其實我只有一句話 這些問題不是都問過了嗎 你又來了 一直在問這些問題 裝睡的人叫不醒 我聽了委員 我真的是感慨很多 同樣的問題 同樣回答過了 如果你要當市長 一個問題問一次 還沒辦法瞭解 問兩次你應該明白 問了三次 其實就有一點多餘了 他真的有 但沒想起 真的有點神奇 為什麼 因為剛剛 辯論還沒有結束 我就已經在他推特上面 看到他已經發了一篇文章 在講這麼一件事情 其實在今天 不只是疫苗這一題 也有提到了水門 說你那個時候不是說 水門裡頭有車的話不能關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水門他現在 確切的用途跟如何來使用 問他這一題的時候 他也是說 我講了兩三遍了 好 我現在再講一遍 網友對於他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其實也很有感 大家有感是什麼 是說 不是 人民問兩三次 你都交代不清楚 那這到底是我們的問題 還是你的問題 是不是你應該要回答我的問題 你應該要講到讓我聽得懂呢 其實這一次在這個辯論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也問到了陳時中 畢竟你先前當衛福部長 當衛福部長這麼多的日記來 很多政策經過你的手 譬如說 蔣萬安就問了 為什麼在當衛福部長的時候 當台北市的補助 而且是很重要的這一些 生育補助等等 他的講法是什麼 他說在中央考量的是全國 所以要黨 因為你知道政策有橫平性 講了一個專有名字 橫平性 但是你要知道 在台北的時候 這個補助當然是要做 而且強調 我跟中央關係很好 不要擔心 甚至他還講什麼 他說我最會溝通的 原話他說我們並沒有否決 而是提出相關事情的時候 要給予考量 未來我當台北市長 當然會做出溝通 重點來了 不是人家說不行就不行 你要懂得跟中央溝通 要大聲講出來 大聲講出來 好 始終講話 可能比較大聲 而這一次當然 很多人都在講了 少子化議題 台北市非常重要 畢竟在這幾年 確實人口外移 黃珊珊就批評 說你看看 你一直在講這個問題 你也提出來了 可是陳時中 你當時成立了一個 少子化辦公室 開一次會 就拿了7.9億元 請問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結果後來大家就在問他 這個相關議題的時候 陳時中他的回應是什麼 說我也有政策 我有政策 就是你的話 想講的話講出來 你要攻擊別人的這個點 要問得精確 結果陳時中 在他提問的時候 他問的點是 氣保問題 聽聽他怎麼說 趙昭康康先生講 民調若顯示 非綠陣營分裂 國民黨與民眾黨就會兩敗俱傷 所以提議新竹換台北 要國民黨支持民眾黨 新竹市長的候選人高鴻安 換取民眾黨支持蔣萬安 我們都知道 趙昭康是蔣萬安最大的一個側翼 也是蔣萬安最重要的一個智囊 這種犧牲同黨 要來換別人的政治利益 那蔣萬安你認為 這樣是你選情告起 才會這樣搓降的一個下策嗎 我也要請教黃山副市長 你對柯文森市長有信心嗎 他常常變來變去 他會不會在關鍵的時刻 切割你 氣保你 而去跟國民黨合作交換 好 大家就想問了 辯論的時候不是應該要 就政策來做辯論嗎 就你做過的一些事情 來做辯論嗎 我們談氣保這個要變什麼呢 大家問這個到底 問氣保要做什麼 其實在這一次 很多在先前相關的報導就說 陳時中他們陣營很在意 這一次辯論會 甚至這幾天是密集的 在這個相關的訓練 從時甚至昨天 陳建仁還特別去探班有沒有 還發了一個照片在網絡上頭 他們就講了 疫情一定會被問到 高端的問題 當然很多人都在講了 高端最近為什麼 消息這麼多 會不會其實就是因為 舊高端等於舊時鐘 原因是因為先前我們問了超久 保護力到底有多少 當時都沒有答案 結果沒想到這幾天 不但這個專家會議開了 還有14位專家委員 來幫他掛報警 說高端保護效益超級厲害 甚至你看看這個 預防中重症 還有預防死亡 通通都指書BNT 高端都是第二名 不但狂勝AZ 甚至還贏過莫德納 但大家就在講了 其實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說你相關的這個數據 大家想問這個癥結點 你打進去之後 你有沒有年齡做區分 高端 大家大概打的年齡是多少 或者是高高年齡這個 到底防預防死亡 還有預防中重症的數字 又是多少 有這樣分批的給大家看 比較詳細的數據嗎 實驗中的做的確實嗎 雖然現在中央告訴我們說 已經就是確定了 專家也同意讓高端延續EUA 但是大家都在講 你講的是接種數 不是感染數 計算的方法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當中是有問題的 但是當我們提出問題的時候 中央告訴我們了 專家講要有隱匿性 他沒有辦法告訴你是誰 因為怕被肉搜 你知道嗎 可是你要數字 我就給你這些數字 數字都給你了 你們可以自己看 好 蘇玉峰醫師直接說了 關鍵點在於 高端是今年7月的時候 送的報告的 但保護力分析的報告 大家真的很認真看 是從去年的3月 到今年的9月 看到包膩了嗎 資料是7月送的 但他可以預測到 8月9月的數據 到底誰是未來分析師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講了 王必勝你身為現任的指揮官 則無旁貸 這些問題你得說清楚 好 包括了什麼 包括專家是誰 包括了你的誠信問題 為什麼不公開 有人就在問 王必勝你跟我講公信力 這樣真的可信嗎 而目前大家也說了 從時間表拉開來看 以前一直沒有結論的 現在在一個星期裡頭 竟然都已經有所結論 甚至扣除假日四天就可以理解 他的講法是 你們大家不是很想知道 我各方壓力之下 我敢給你們資料 但是真的是因為人民想知道 尾翰哥還是因為 在今天的這場辯論會當中 這個他們擔心必考題 一定要講 又或者辯論會當中告訴你 問一次你不明白 講三次怎麼還聽不懂 高端的那個專家會議 其實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衛福部跟食藥署 決定要這麼做 過往其實在這種 有爭議的事件當中的時候 是有投票決定的 可能很多人講 怎麼會那麼扯用投票 因為高端沒有做三期 當然沒有保護力 所以他寫的是什麼 保護 效益 形同BNT莫德拉 甚至比什麼一直都好 這個我今天我覺得 因為剛剛這個辯論剛結束 我就不多談這一題 既然我們的政府決定 延續高端的使用的EUA 那就由政府來承擔 後續的好跟壞 我們再後續看 今天我先講這個辯論好了 因為辯論剛剛講完 簡單來說 在陳時中的辯論當中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漏洞 包含水門 他生氣就講說 難道你要我講幾遍 水門的SOP 大家都很清楚 有跑過市政新聞的都知道 海上颱風警報 陸上颱風警報的發佈時間 然後6個小時之前要通知移 移那個車輛 你不移的 我會讓那個拖車去把它拖走 可是觀眾朋友 陳時中知道這次 沒有颱風警報嗎 他是因為好雨 所以造成水位上升了以後 我再不關 萬一變成納地怎麼辦 所以我先關 然後想辦法透過那個爬坡 跑出去外面再把人再接回來 那車就沒辦法了 所以其實陳時中 他並不太懂事證 那他應該也很清楚這一點 所以他從第一開始 第一次聲論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在講什麼事證 他就開始在攻擊了 那陳時中我講結論 他今天的 尤其是剛剛最後那一段 他一直在談過去這兩年的指揮中心 當指揮官時候被批評 他說我現在跑出來 我在拜票的時候 也被人家嗆聲 你這樣死了 一人就趕出來算 他說我內心是很痛苦的 韓國瑜說我為什麼都不笑 我怎麼笑得出來 我當一個指揮官 我很想要有疫苗 我沒有擋疫苗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是聽不下去的 但是民進黨支持者會被他感動 所以今天我講結論 我看這個辯論會 陳時中他的目的就是要 讓自己重新站回35% 在台北市 我不知道他怎麼評估 我評估他沒有 台北市我認為民進黨有35% 可是陳時中目前根本沒有達標 他可能在30%上下 甚至低於30% 可是最後票開出來 我在我們節目當中講過多次 我認為陳時中 他不會低於30% 他不會是姚文智的 講到姚文智我補充一個 我一把他通講 因為我們今天剛剛辯論結束 他裡面還特別提到 第一段叫大家去看電影 說大家去看某某電影 我就不宣傳了 那個電影 現在製作人出資的拍片人 就是姚文智 然後他講說 如果四年前你投柯文哲 你覺得後悔了 現在你不要忘記你要投回火 他在幹嘛 他在告訴2018年 民進黨支持者 因為覺得姚文智上不了了 轉頭扣問者的人 你有覺得後悔吧 你覺得虧欠姚文智吧 他就把電影拿出來 所以現在你要投給我 他要重新站回35% 所以他才會 這段論述等等 可能不是他的TA 不是民進黨支持者 你在看我們節目 你根本沒有考慮過 投陳時中跟民進黨的 你當然沒feel 可是你去看 包含在友台的那個 因為我看到好幾個頻道 友台下面留言區 是看到阿棟 阿棟好棒 感動 他回35 然後剛剛又已經講的那個 他要複製新竹 現在目前的亂局 新竹現在藍白 開始有一點點在爭鋒相對的 如果把藍白鬥拉回台北 你們不是講到氣寶嗎 我相信趙先生自己等一下 馬上可能開記者會了 他就是希望 蔣萬安跟黃山兩個人幹起來 這樣的話兩敗俱傷我才有機會 所以我第一步 我先站回35 第二步 如果蔣萬安沒有高於35 他被黃山拉下去的時候 嘿嘿就換我贏了 蔣萬安跟黃山有沒有可能 看起來不是完全沒機會 因為今天黃山的主軸 就是在罵國民黨跟蔣萬安 他就第一個蔣萬安你沒能力 第二個是過去像大巨大好幾條 他講這是國民黨的弊案 這是馬英九時候的 有黃山山的長輩告訴他 你不要再罵馬英九了 因為馬英九在台北市是有票的 可是黃山顯然他就是還是 所以他今天還是罵了馬英九 這個對於藍白之間爭鋒相對 是有可能造成的 所以如果新竹今天拿過來的話 他是有可能讓蔣萬安拉下來的 不過今天蔣萬安表現算不錯 陳時中回到他自己的基本盤 同溫層 蔣萬安他有一個 最後結論的時候他在講 他說台北市的長輩們 因為人口外移 外移的二十幾萬 他們都在等電話 那一段我覺得 一定打動台北市藍軍選民 長輩的心 每一個都票投入個就蔣萬安了 他們在等什麼 搬到新北市桃園的他的兒子女兒 因為結婚了以後 台北市房子買不起 所以搬去哪裡了 人沒有出國 打電話要回家 這些人 蔣萬安說我讓他們以後能夠回到海北來住 他就可以了 所以蔣萬安竟然有中 那最重要的是說在媒體提問的時候 這一題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們也不做非常這個系列的批評 但是怎麼會去問說 問三個候選人 第二個提問的時候 是否支持被中國統一 這三個哪一個是統促黨的嗎 怎麼會有人被中國 你說是否支持統一 是什麼統一 我們中華民國也有存在 他是問說你是否支持被中國統一 那根本你乾脆問他 你是否支持吃X好了 怎麼可能 有人用槍指著我的頭 我知道我吃沒辦法 可是這問題是 顯然是設計給陳中打的 所以陳中就講了一套 我們瑞典的民防手冊 台北市長沒有辦法指揮軍隊 真的打仗以後 不是靠台北市長在指揮 你想太多了 總是這一題就是要 給蔣萬安跟黃山南看 沒想到 你殺球給對方 對方不但反回來以後 還反殺你用臉去接球 他立刻講出好幾個 第一個 中國捧桃源都殺了 然後高端 你二旗是露絲 你怎麼就輕輕放下 你就不敢講 更重要的是什麼 馬斯克在講台灣要當特區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不要 就只有一個人講說 我們可以再討論看看 就是我左邊的陳時中 所以反而陳時中這題扣分 所以蔣萬安今天把他過去比較缺那個 可能不是那麼硬 大家會覺得他軟爛 他今天把他強勢那邊找出來 我當台北市市長 絕對就是中華民國 絕對捍衛到底的 是誰說要抗中 但是沒能力保台 非但飛過台北上空的時候 還要看日本告訴我們才知道 是誰一天到晚雙標 綠能你不能 所以其實這一題 反而蔣萬安得分 黃山因為基本上 我覺得他在這場邊論會當中 有點被邊緣 因為蔣萬安跟陳時中兩個人 作對撕殺在打 因為畢竟是一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所以這一次的邊論之後 板塊都沒動 蔣萬安我認為還是維持領先 他的當時決定還是最高 是 來 兵哥 其實今天高端 反而沒有成為什麼話題 所以陳時中白忙了一場 搞得這麼辛苦 還找了14個專家 當然有沒有這14個專家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不知道 搞不好他只找了兩個宋希莉 一個人分身7個就變14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可是重點是 高端其實本來就不應該 成為台北市長辯論的重要話題 因為高端是屬於國家的事情 是為福布的事情 頂多只能就是對方 稍微攻擊你一下而已 重點還是在 今天的辯論會其實 我直接講 我的觀感就是 蔣萬安的表現讓我出乎意料 我必須這樣講 有感受到火力是不是 對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蔣萬安是三個以頭 準備了最 最醜 就是最萬全的 也就是我覺得他不管是在 講話的一揚頓挫 在儀態上面 他都有錄製過好幾次 甚至有 我認為他有找團隊在旁邊看 注意到他哪一些缺失 哪一些手勢應該怎麼比 我覺得他是整個都弄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他在第一段的時候 第一段開始講自己政見的時候 他幾乎沒有看稿 他就稍微瞄了幾眼而已這樣 然後整個講得看起來 非常有自信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友台 我直接講 他前三分鐘讓我感覺像 在看演講比賽 真的有那種感覺 有一點 真的有那種感覺 然後陳時中 我覺得陳時中很可惜就是 他從頭到尾幾乎都在念稿子 好像對自己的政見 完全不熟悉那種感覺 然後更糟糕的就是因為他 這個就不能怪他天生的 因為他眼睛很小 所以就變成你完全看不到他眼 你看他一直在低頭看稿 那黃珊珊也是看稿 但是黃珊眼睛比較大 所以你會發覺 他還是有在看一下觀眾 然後再看一下稿子 所以我覺得 這個當然是先天上的差異 可是你從這一點 就可以看得出來 蔣歡恩對自己的表現 是準備得非常充分的 然後陳時中今天的邏輯 我個人認為 我還滿贊同尾翰的觀點 就是他已經不要中間選民 他已經根本不要 所以他就直接用那種 嗆的方式直接嗆回去 然後我還第一次聽到 有人居然會在辯論會 這種場合直接講說 我已經回答過很多次 你還要再問幾次 他有人這樣講話 我已經說過 真的是很神奇 這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然後更神奇的就是 他在問那一個 就是氣寶的問題的時候 讓人家聽不懂 你到底要問什麼 因為他先問說 那個氣寶效應 是不是會發生怎樣... 這個藍綠怎麼樣 巴拉巴拉講了一堆之後 然後後來居然問說 他自己講 他說 但是我相信 柯文哲市長不會這麼做 但是還是要請黃三恩回答一下 你到底在問什麼 你到底想問什麼 你自己都相信他不會這樣做 那還有什麼好問 你到底想問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他有點 腦袋空空 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你知道嗎 他整場最有自信 不要看稿的時候 就是在幹掉別人的時候 其實他都在看稿 所以我就覺得 你到底在幹嘛 那當然我必須講 他的表現還是讓我覺得 其實比我預期中好 雖然友台的主持人認為 比他預期中差 可是我覺得他比我預期中好 也就是在某一些地方 他還多少 展露出了一點自信 然後稍微虧一下 其他兩個這個參選人 結論的時候 還是感覺滿有自信的 我覺得感覺上還好 雖然沒有到很好 但是至少有60分 我個人認為 可是黃珊珊的表現 讓我也滿驚訝 就是出乎意料的招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他非常奇怪 他講話完全沒有高低起伏 然後就一直在念稿子 會讓我覺得 過去我認為黃珊珊 應該是很有自信 在來講辯論會應該 是他的強項的東西 我覺得他沒有發揮得很出色 然後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回答得滿平淡的 會讓我覺得很意外 特別是在結論的時候 他幾乎完全柯文哲上身 他講的都是柯文哲的意見 沒有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黃珊珊應該要趁這個機會 展現出他不同於柯文哲的地方 展現出台北市 未來八年 他的規劃跟柯文哲不同的地方 可是他完全沒有展現出來 這非常可惜 是 老師你怎麼看 我先講說這個態度的部分 就是說陳時中一在講 好像是問了幾次 你是聽不懂 你知道那個態度 你是聽不懂 你講不清楚 我當然要問 我要測一下NCC的尺度 或許他很冷冷 你不感覺嗎 很痠的感覺 應該可以 我講不出來 有一句話 我那張不可以講了 我看一下 好 稍微講不清楚 小孩你怎麼不懂 小孩那種形 你知道嗎 要站下去那種形 所以就回頭講說 他要捍衛他的森綠的部分 他潛綠的部分他無所謂的 回頭講說 其實他現在目前就是 你要從頭到尾 他一直擔心說 會不會棄成保皇 然後去保獎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頭到尾 基本上是在修理黃珊珊 或者不要講 與其說是修理KP OK 很明顯的對不對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連棄中保台的 你知道就是兩岸 城市論壇這些東西都提出來 然後有一點好像問他 你要問黃珊珊 你是要選總統 還選台北市場是不是 你要不要搞清楚 我陳時中他的角色 OK 好 接著其實他強調 他的長處的時候 講他要溝通等等 一大堆那些東西 人家問你說 你中央幹嘛叼我的時候 他很明顯他說 你只要配合我中央 我錢都可以給 就像新竹那個樣子 拿那麼追加那麼多的錢 有煤料 一樣的樣子 其他人搖得要死 沒辦法 一樣 所以我要問一句話說 萬一2014的時候 民進黨輸掉中央的時候 不是台北市市民 是會死得更慘嗎 對 我想人家會想 原來你們是有關係 就沒有關係 你還要我們再含內投票嗎 好 然後我要講一下 順便一個跟我住的地方 有關係 就是說他講信惠市場 而且那邊弄很久 那信惠市場 因為那個太多戶了 要怎麼處理 有些東西你看 其實中央只要判一個 內政部的市場 那花的什麼 來修理KP就可以了 用下市對上市對不對 為什麼過不了 然後內府那個過不了 然後我們汐止那個所謂的 基隆火車燈那些過不了 中央在刁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就是只有藍綠而已 所以我在講說 其實我如果是你們有聽到 因為我不曉得他們住什麼 如果你有注意到 不是30年的堵庚 其實早期的房子品質 很好很好 問題是他五樓的沒有電梯 如何要說服一樓的 要補貼燈 那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想一想說 這些後人大概住的地方 大概說是電梯大樓 好 我們等等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